邻居姐姐居然又想对我动了 我和邻居姐姐闹歪好多天没有联系来 昨天她突然出现在我单位楼下 还给我买了衣服 但我们的关系一直也没有缓解 今天她又把我交错了 我错哪了 我昨天晚上哭到凌晨三四点了 你一句都不知道安慰我 一个消息都不知道给我回 为什么要安慰你 姐姐你哭的时候还看表啊 昨天晚上我睡得早 我没看手机 晚上回去的路上 她一直拔了我 没完呢是吧 哎 弟弟 妈 说实话你是不是吃醋了 说什么呢 谁吃醋了 你用这种热热热了 你不送回家了吗 咱俩不送过吗 我我我一会儿还有事儿 姐姐你自己回去吧 哎 弟弟 干嘛 我不要小皮筋了 我用不到不扎头发 哎 这事先让别跟我弄买 强卖 强卖呀 在教我做事吗 我彻底猛了 捡回来的美女姐姐 居然被我们老板叫宝贝 宝贝 你们干嘛呢 我的天啊 烂套了 前段时间和姐姐闹白后 我俩关系一直渡温不好 今天老板出差回来 我们下楼迎接 该说不说我们老板就是有气场 老板 先上楼 族行必须有保镖 回律全手 哎 老板 就在这时 老板身后 无言之后 不见一美女 说了干啥 前人狗 哦 好好 卧槽 这个姑娘太好看了 不会是老板那个 哎 可惜了 听说我不在这几天 你们表现都还可以啊 嗯 是吧 好好努力 回家公司不会亏待你们啊 知道知道了 老板 哎 等会 接个电话 啊 行行 好 知道了 嗯 好 哎 聊了 哎 跟我去买点产业去 好嘞 这会儿我会 好嘞 给我看好了吗 哎 好嘞我吧 接下来的事 让我搭持一点 养人一狗真尴尬 为了避免尴尬 我主动打了个招呼 那个美女 你这大晚上戴来墨镜 你能看起东西吗 美女没有回答我 嗯 嗯 哦 不好意思哦 那个冒犯 冒犯你了 我十分的尴尬 但就在这 她突然笑了 哎呀 我实在憋不住了 哈哈哈 姐 这这 这不是你啊 对啊 就是我呀 我一下车就看见你了 我就发现你在看我 是不是喜欢我呀 不是 你说什么呢 这什么喜欢我 不是 你怎么和我老板在一起啊 你就是喜欢我 你们也不扯 你谁 是不是夸我了 没有 公眼呀 宝贝 你们干嘛呢 宝贝 宝贝